为什么说你不能随便雪中送炭呢 上一个视频我告诉你了 这里我告诉你 有两种人是怎么都不能帮的 你一定要记住是哪两种人 一是愚蠢的人 你不能帮 要知道 蠢笔笨更严重 这种人头脑混乱 不分青红皂白 看不清边界 看不到价值 你帮了他 黄金都可能变成废铁 辅助变成了依赖 帮助变成了应该 到最后你懊恼的 他比你还生气 最后反目成仇 明白了吗 第二种就是坏人不能帮 你要知道 人性的冷漠 勃情寡义 随时随地沾染恶习 这种人不但不知恩 不感恩 更不会报恩 甚至把你当成傻子 他还会叫身边的人一起算计你 你帮了他们 你很可能马上就会明白 什么是农夫与蛇 什么是东郭先生与郎的现实版 所以学习人性 你要明示力 懂道理 别犀利糊涂的掉坑里 一定要记住 生活中你肯定有过这样的困惑 这里面的本质会让你细思极恐 你听我的 你不要去同情和帮助那些智力底下 人品差劲的人 你同情帮助那些智力底下的人 那些愚蠢愚昧的人 那些有问题的人 你去教育他们 帮助他们 改变他们 你以为你这是道义之局 是一种爱的给予 一种善的传递 我告诉你 他们大概率是不会这么认为的 他们很可能就会以为你要图他们什么 人都是无力不起早的 甚至他们还会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来加害你 你一定要记住 人是分三六九等的 低级的人性 是不可能在你的帮助下变得高级起来的 他们反而可能还会来伤害你 不要让任何人从你这里免费得到任何东西 因为免费的从不珍惜 不让对方付出不叫善良 免费送给别人不叫大方 一天不给就恨你 每天给他一巴掌 一天不给就很感激你 这就是人性 任何关系当中 谁单方面付出的越多 谁就变得越廉价